男人不知犯了什么错 被撒了一身的奶酒 还被要求在摄像机前 喊着奶酒说谢谢 今天是圣诞节 他们家打算去商场 参加加年华 皮特认为去商场 最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不断地让销售人员 误以为自己要买他的东西 比如在询问销售人员价格之后 表现出对这点小钱无所谓的样子 还要问他能不能接受刷卡 或者微信支付 想要一次买十份 问他们库存够不够之类的 很快他们来到商场 发现这里并没有举办加年华 去询问商场的保安 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皮特发现自己每次要开心的时候 都会有人杀风景 比如上次去喝咖啡 服务人员问着咖啡 皮特表示名牌的咖啡味道 真的很棒很细腻 可服务员却打脸说 他刚刚把咖啡掉包了 这实际上是最便宜的咖啡 晚些时候 狗子打听到了 关于加年华为何取消的消息 岳父正在办公室工作 皮特谎报自己是印在钞票上的那个人 所以被邀请进来了 立马就质问岳父为何取消加年华 岳父回答 因为我讨厌圣诞节 你们每个人都会因为在圣诞节 收到昂贵的礼物而高兴 而我却因为太有钱高兴不起来 于是皮特打算帮他找回过圣诞节的感觉 次日皮特出发找岳父之前 妻子试图劝皮特不要做无用功 因为他爸真的很讨厌圣诞节 岳父曾经通过烟囱乱到圣诞老人的家里 把他们家弄得非常脏 说是以牙还牙 我们的儿子虽然因为取消加年华很沮丧 但相信他肯定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说这些话的同时 沮丧的儿子正在外面放核弹 宣泄自己的不满 很快皮特来到岳父家 告诉他如果要找回圣诞节的感觉 那么首先就是要给亲戚朋友写圣诞信 当然得稍微说的好听一点点 皮特在信中说自己减肥成功 成为了知名橄榄球队的一员 而自己那个还没一岁的儿子 已经长高到一米九五 并且学会了扣篮 为了让信件看起来真实一些 还在信中揭露了岳父 只有十秒钟的事情 除了圣诞性能有圣诞的感觉 喝一杯浓稠的奶酒 也同样有圣诞感 随后开始强迫岳父喝下白色的奶酒 哪怕觉得很难喝 也不能吐出来 还要他含着奶酒 对着摄像头说谢谢 可做了这么多之后 岳父还是没找到过圣诞的感觉 眼界马上要失败了 皮特突然说 我都不知道 竟然是个犹太人 岳父有些紧张地问 怎么会这么说呢 皮特撒谎称 大家都以为你是犹太人 岳父觉得脸丢大 反手就举办了嘉年华 在最显眼的位置 放上了自己和耶稣的合照 告诉众人自己不是个犹太人 他们也终于如愿参加了 圣诞嘉年华